我十分認同這次預算案所貫徹的方向 以制定出一系列的短、中、長期的措施 第一是力保全速的復甦 同時施政為民 今年的預算案是推出了一系列短期的支援措施 讓廣大的市民和企業在全面復償之路 得以顧本培園、穩步、前行 例子是包括指定的稅項、猜響、電費、公共交通費用等等 作出一些寬減或者是補貼 發放額外半個月的中緩標準的金額 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者是商殘津貼 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 以及向客運營運商和旅行社 提供百分百的貸款擔保 相信大家也會留意到 今年預算案同時都公佈了兩大 有助刺激本地消費和經濟的大型計劃 第一是再推出消費券計劃的 向合資格的市民發放總額是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第二是聯同各界推出名為 開心香港、Happy Hong Kong的活動 第二個大方向是推動高質量發展 並且創造容量對接國家發展的策略 預算案是針對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之下的 八大中心的一個發展 配備所需的資源 以推出針對性的措施 亦有多項是推動性創科應用和發展的新舉措 而隨著香港和內地或者是各地之間的 變節往返迅速地恢復之後 政府亦主動積極從各地招攬人才和企業 以增強香港競爭力 就此今年的預算案是宣布推出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進一步是豐富本地的人才庫 並且是吸引更多的新資金落戶香港 我相信這個計劃是將充分發揮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 總括來說我非常支持今年的預算案 都希望立法會盡快審議和通過撥款的議案 讓各項措施早日落實